离开黄马的时候 C罗可是顶着欧冠三年冠的名头 是银河战舰当之无愧的头号核心 深受队友以及俱乐部高层的拥戴和信任 只是因为老佛爷没有及时按照承诺加薪 而选择愤然离去 葡萄牙超级巨星 原以为凭借自己强悍的实力 来到尤文图斯也能创造出一番成绩 很可惜的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残酷 C罗来到尤文图斯之前 斑马军团在欧冠赛场进入到八强 基本上是属于常规操作 阿莱格里甚至还带领球队杀进过决赛 但是葡萄牙超级巨星 在尤文图斯的三个赛季里 球队在欧冠的成绩分别是一次八强 以及两次十六强而已 上赛季斑马军团甚至还丢失了 十拿九稳的联赛冠军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外界有声音认为 是阿聂利没有为C罗配置强大的中场所导致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尤文图斯的老球员看来 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即便球队没有顶级的中场坐镇 但是拿下阿贾克斯 里昂以及布尔图这些欧洲二流球队 应该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 之所以接连失利 关键的原因是 C罗打破了尤文图斯原有的传统 C罗离开后 尤文图斯的三大老将伯努奇 基耶利尼以及布逢先后发声 认为C罗的到来 让斑马军团丢弃了原有的团结作战模式 全队都需要为葡萄牙超级巨星服务 这使得一些主力球员的心态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比赛中变得有点消极 这种情况下 C罗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去让球队取得理想的成绩 换句话说 尤文图斯这几年成绩不理想 C罗无疑是要背锅 如今葡萄牙超级巨星离队后 尤文图斯在欧冠小组赛 以第一的身份出现 有可能会打破之前八强的成绩 但是C罗的处境依然是不太好 回到曼林 葡萄牙超级巨星 以为能找到家的感觉 只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后 如今的红魔早已经物是人非 C罗回来之前 红魔是联赛亚军 以及欧联杯亚军得主 新赛季也一度取得 三胜一平的不败成绩 球队的上升势头非常完美 C罗回来后 索尔斯克亚被迫改变战术 全队要为葡萄牙超级巨星服务 这导致了卡瓦尼失去了位置 格林伍德的表现出现滑坡 索尔斯克亚遭遇下课 队友们开始对C罗颇有威慈 目前曼联仅仅在联赛积分榜排名第七 杀进联赛前四的难度非常大 联赛杯则是早早被西汉姆联淘汰出局 以如今的状态去征战欧冠 红魔估计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外界开始有声音质疑C罗的回归 是曼联成绩不理想的罪魁祸首 葡萄牙超级巨星身上的压力非常大 经过这几年的遭遇 C罗也许才能体会到黄马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那里的队友会无条件的信任和知识 也许选择离开银河战舰是C罗职业生涯最错误的决定